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作者 叶永烈 第三部分 驰骋干难 十 从上海派来中央三人团 富田事变惹起一番大风波 事情变得错综复杂 段良弊 谢汉昌 刘迪等所谓富田事变头目 本不是AB团分子 硬是被李韶九稿扩大化而扩进AB团之列 可是 他们又采取了不正当的手段 发动富田事变 特别是伪造毛泽东的亲笔信 差一点挑起一场大内乱 他们的所作所为 恰恰为那些指责他们是AB团分子的人提供了证据 解决富田事变这几手的任务 落在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的头上 项英当时的头脑还算是比较冷静的 他首先抓住了重要的一条 极断良弊 谢汉昌发动富田事变之后 带走了红二十军 虽然脱离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 但并没有去投降国民党 这样 由项英主持 1931年1月16日召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 通过中央局通告第二号 对富田事变的决议 表示完全同意总前委对富田事变所采取的斗争路线 认为富田事变完全是反党的反革命的行动 并决定将富田事变的首领断良弊 李伯方 谢汉昌 刘迪 金万邦等开除党籍 但是 决议并没有称富田事变是AB团的暴动 决议还指出 今后绝对不能随便乱打乱杀 不能随便听人乱供乱咬 加以逮捕 项英对富田事变进行棱处理 他则呈曾炳春同志亲自到河西永新苏区去把二十军带过河东来 并随待中央局的指示 通知干西南特委负责人和参加富田事变的领导人过将来苏区中央局开会 这样 他没有用武力去解决红二十军 经过宣传 教育 红二十军回归到红军中来 富田事变的领导者谢汉昌 刘迪 李伯方等 向党承认自己的错误 请党教育 这样 一场剑拔弩张的富田事变 经向英妥善处理 也就安然过去 红二十军开赴前线 参加了跟国民党军队的作战 此波刚平 比波又起 1931年4月上旬 从上海派出了三人团 来到当时中央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所在地宁都县青唐须 这三人团的正式名称叫六届四中全会代表团 那时因为1931年1月7日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 王明上台 为了在苏区贯彻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路线 中共中央派出了代表团 代表团共三人 即任毕时 王家祥和顾作林 人称三人团 和三人团一起来到苏区的 还有叶剑英 欧阳钦 任毕时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这位留着八字胡 戴近视眼镜 27岁的湖南人 早在1920年秋 便出现在上海侠飞路 金淮海中路 新于阳里六号的石库门房子里 纳尔门口挂着外国语学舍的牌子 实际上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外围组织 任毕时是第一批学生中的一个 学习俄语 教师是杨明斋以及维京司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 这年冬天 任毕时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春 任毕时来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一年 在那里转为中共党员 1924年他返回中国 1926年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代理书记 总书记 大抵由于他有过苏联留学经历 在王明看来是信得过的 因此派他来苏区 他是三人团中级别最高的人物 王家祥是28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 王明理所当然信得过 顾作林不过23岁 是阿拉上海人 出生在上海嘉定徐行 17岁那年 他考入上海大学 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一年 一级1926年 转为中共党员 他担任过中共山东省委常委 长江局主席团成员 进入苏区前夕 他在上海担任团中央组织部长 当时 他的妻子杨龙英正临产 他的儿子顾家来之一岁 他告别爱妻 幼子 和任毕时 王家祥一起化妆成商人 经香港 汕头进入闽西 再进入江西 三人团到来之后 江西苏区有了两位中共政治局委员 和一位政治局候补委员 即项英 任毕时以及毛泽东 不过 项英很快就遭到三人团的排斥 虽说项英在六届四中全会上仍保持政治局委员的地位 但他最初是为了贯彻六届三中全会而派到江西苏区来的 六届四中全会是对六届三中全会的否定 没多久 三人团便批评项英在处理富田事变中是完全错误的 根本没有指出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 反而肯定富田事变不是AB团的暴动 这完全是模糊了富田事变的反革命性质 又说富田事变是由无原则派别斗争演进而成的 更是大错特错 于是项英被认定丧失信仰 工作能力不够领导 撤去了中共苏区中央代理书记的职务 由谁取代项英呢 1931年5月 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 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 请中央批准 接着6月20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议进行改组 撤去项英的主席职务 改由毛泽东任主席 朱德 项英为副主席 叶剑英为总参谋长 周以立为政治部主任 这样 毛泽东成了苏区中共和红军的双重最高首长 毛泽东成功地领导红军战胜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 使他的声望大震 because 感谢观看